佛教主张述时 除了帮助我们长养慈悲心之外 更希望能够解除众生痛苦 诸佛菩萨要成佛都必须发菩提心 也就是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因此 佛教徒学佛也要与诸佛同心同愿 既然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又怎么能够去吃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呢 你看为什么一般会标榜学佛 因为学佛常讲就是慈悲为怀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班上大概四五十个人 老师会说学佛的请几手 前班都几手 然后老师再语句说 在家里有杀名字的情况下 又全部换下来 这次大师小学的时候一直有笑话 大家认为学佛就很欢喜 小学生都知道学佛在一般是很高尚的 而现在又把学佛当着仿制 把吃素当一个 我很吃悲 制造那种形象出来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不谈到负面 他说为什么要吃素 吃素给人家的形象 观感就非常好 就非常清晰 所以你修的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说 你今天要吃素 要学佛 要重点是说 这个清晰的形象是建立着慈悲心 所以说我们吃素 重点是在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如果我们能够感同身受 将心比心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世界 将会发现素食对改变地球环境污染 有很大的帮助 佛教主张素食的原因 虽然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做考量 而是以不杀身 不伤害动物 尊重万物生命的慈悲为出发点 佛教素食 更具有解除众生痛苦 拔除身心苦恼的功能 可以说是一种净化人心的心灵环保 而我们自己藉由素食 更能由内而外达到身清健康的功能 十方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